也有人很妙 昨天晚上是腳還泡在水裡面 但是他們上半身還在烤肉 怎麼可以這麼苦中作樂呢 只不過就是因為 可能很多人中秋節肉沒有烤完 所以昨天再揪一場 但他們也沒有想到 雨會嚇到大成這樣 所以本來是講好 要在頂樓家蓋的屋子裡頭烤肉 烤著烤著 這雨精大到排不出去了 然後就覺得奇怪怎麼腳濕濕的 接著整個腳就已經泡在水裡了 但既然還能繼續烤肉 他們就一邊吃肉 另外一邊拿著掃把跟本機 趕快想辦法把水掃出去 烤肉烤到一半 整間屋子變成水連洞 民眾合力 有人拿掃把 有人拿本機 不是忙吃肉 而是急著把水掃出家門外 但剛升起的炭火 當然不能放著 得有人靜下心來繼續烤 烤肉烤到一半就發現水淹起來了 畢竟也是會有淹進家裡的疑慮 應該還算滿嚴重的 因為淹的其實滿高的 吸完水 就從那個門流下去樓梯啊 雨下的乒乒乓乓 實在浪漫不起來 地板大淹水 民眾只能冒險踩在水裡 露下這荒唐的一夜 畢竟中秋節過後 不少民眾仍然相約烤肉 但主舊的家就位在新北永河移動公寓 是頂樓家蓋 原本約好22號晚間在空地烤肉 卻沒料到當晚受到封面 及低壓帶影響雨淡狂炸 大家開心烤肉到一半 屋內就突然淹大水 屋主懷疑是公寓排水不佳 積水因此隨著樓梯傾斜日下 水搭到上瀑布 燒了好幾分鐘 噩夢還沒結束 雨搭到還從外頭盛進家裡 現在還有水 以前颱風天的時候也會有 以前颱風沒得到那麼嚴重 這次是比較嚴重 我們就覺得蠻好玩的 水淹起來我們還是要苦中作樂 大雨來得太快來不及排水 幸好烤肉用具和家具都有墊高 才沒有泡湯 民眾雨中烤肉苦中作樂 但這中秋後的烤肉攤 意外變成水樂園 東森希望林泉蔡宇山 在新北市採訪報導 也有女生她的頭髮被烤到都捲了 為什麼呢 因為她是在這一家 高雄連鎖的雞肉飯店工作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下午突然氣爆 剛好就波及到了這個女員工 還好她只有受到輕傷 但是就是因為她的頭髮 依似被熱氣燒到整個都捲掉了 而且她整個人也的確嚇呆 而消防稅說很有可能是因為 員工在換瓦斯桶的時候 不小心釀腸了氣爆 但老闆認為是油煙被點燃之後 火才會順著排煙管往上攥 消防隊道場把店家的瓦斯桶搬到戶外 對銅聲灌水進行降溫 只是這街口都已經碳化焦黑 不難想像事發當下爆炸威力有多大 高雄這間火雞肉飯店發生氣爆 附近的目擊民眾也用手機拍下 事發當下店內大火的畫面 整間店都在冒煙 附近鄰居都被嚇壞 衝出來外面查看 而店裡的員工第一時間 也還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氣爆當下被搏擊的女員工 被帶出來的時候不斷用手捂著臉 頭髮也因為氣爆的關係 整個都被燙到Q掉了 雖然只有受到輕傷 但氣爆當下受到不小驚嚇 桌上救護車的時候 整個人深情呆滯 事發著在高雄一心二路上的 一間連鎖火雞肉飯店 23號下午2點多 員工患瓦斯紅的時候 不明原因發生氣爆 好在只有一名員工受到輕傷 被預防信送醫 你有沒有聽到什麼 有發出 那個家室在騎的車 有聽到鋒的車 沒有啦 沒有喔 那可能我你看 在煎的荷包蛋 因為荷包蛋都會麻油 他們有很多 現在白飯都會灰下去 老闆說是大火順著油煙管 往上竄 跟消防隊說換瓦斯桶爆炸 說法似乎有些分歧 但這間店已經開了10年 頭一次發生這樣的狀況 是過程有疏失還是有其他原因 或許都是勞工局跟消防局 後續要調查的重點 東森新聞紅報現在高雄報導 這些被騙的民眾也嚇呆了 竟然多達2億元的房產 也被詐騙集團給騙光 原來他們還有所謂御用的代書 所以才會有18位的民眾受騙 原來他們遇到的都是同一組仲介 匡稱可以透過投資 或者是買賣零股塔獲利 甚至騙光現金之後就告訴你說 沒有錢沒有關係 你可以用房產來抵押借款 所以有一個老翁他抵押了5間房 結果這些現金8千萬都被騙走了 他們用這種方式 還找來一個所謂的金主 然後把人帶到了同一間地震事務所 來辦理手續 所以總共有24間的房產被抵押 價值就高達了2億元 今天我們就實際聯絡到了 這位被逮的女代書 他大聲喊冤 堅稱自己不知情 刑警進到地震事務所 查扣現金300萬 還有借款資料手機等等 他們懷疑眼前女代書 涉嫌跟詐騙集團勾結 警方調查詐騙集團手握肥羊名單 全台的被害人總共有18名 他們名下的24間房都被騙走 其中一名退出老翁 他光是在台北市就有5間房 價值8千萬 這下也血本無歸 但是到底怎麼騙的 警方調查主要有兩名仲介跟被害人聯繫 要他們投資股票或是零股塔 被害人沒有錢 仲介就會介紹金主 再把金主帶去找代書 辦理過戶 假設一千房是一千萬 被害人抵押之後三方分工 每間房抽取30%的利潤 等同於是300萬在一一分贓 一共18人受害 而且都被帶到同一間地震室事務所 警方掌握代書跟兩名仲介已經配合了兩年 他們會在群組裡面討論拿起詐欺案被破獲了 不過我們實際聯繫女代書她否認喊冤 我都是簽約當天第一千千 而且有時候只碰鬼次命 就是簽約幫她送設定抵押权 然後她答案她說我用金收回扣多少 我說我沒有啊 我們但是在一件設定就五千塊 我們就賺這個錢 那你說我去詐騙他們請問我詐騙人 當時代書簡稱自己是無辜的 沒有從中獲利 被移送到地檢署付訓之後 也是無保請回 然而警方之所以鎖定她 除了全案房產的金流超過兩億 也從對話記錄中找到端倪 如今扣住嫌犯的手機 要從裡面籌私撥檢找到更多犯罪鐵證 東森新聞 張宗華 台北報導 好 剛才你也聽到了 我們有實際訪問這一名被質疑的女代書 她已經是被告了 但她說她只有抽佣金五千塊錢 但事實上警方有去調查她的金流 當場就被打臉了 因為她抽佣大概就有10%左右 也就是說她賣了千萬的房子 她可以抽百萬 這樣實在太不合理了 所以這個比例讓被質疑 女代書很有可能涉案的程度相當的高 而這個詐騙集團 就是藉由女代書來一條龍服務 因為有很多的民眾可能需要房屋抵押 所以必須要有仲介 有貸書 還有金主 他們就一條龍的都是套路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用合法的方式做銀行貸款 也許有人是申請不過 或者是信用不好 所以就用這種方式來走私人借貸 從頭到尾都是騙局 一般民眾不論是要買房 或者是要把房屋拿去做抵押貸款 都需要一迷代書幫忙跑地震事務所的作業設定 但這回警方懷疑詐騙集團 就是和代書勾結一起刑騙被害人 被害人需要錢拿房子抵押貸款 看似仲介超周到 不只找好代書還約好金主 輕鬆處理抵押設定 但這一條龍服務 專家一看處處都是疑點 怎麼不是先找銀行貸款 而是直接走私人借貸 第一順位我們會幫客戶先尋找銀行的貸款 因為銀行利息低 年限長 那私人借貸的話就比較不一定了 可能他講的2% 3% 折合年利率可能高達2、30% 甚至更高 沒有人會想多付高額利息 專家分析通常會選私人借貸 無非是銀行貸款申請不過 年齡不在18歲到65歲之間 或者是沒有良好的信用記錄等等 詐騙集團慣用說法就是這樣操作比較快 警方查出18名受害者 全是透過同一名代書 抵押台北市房地產 採損高達2億 儘管代書喊冤沒有從中獲利 但警方從金流追出 代書幫忙處理抵押設定 疑似領了10%的手續費加代書費 已經遠高於一般行情價 比較複雜甚至跨國案件 這代書費是比較高 但是如果說是一般單純的設定案件 單純的設定案件的話 其實代書費合理的收費標準 大概就是幾千塊 一兩萬塊就很多了 李星女代書白色冰石被查扣 儘管移送附訊 吳寶請回 還是被列為詐欺共犯 到底有沒有和詐團勾結芯片 被害人都在等答案 段新聞 李漢敬 彭行梅 在台北報導 就是因為詐騙太多了 所以收到莫名其妙的 這個扣款簡訊 你一定都覺得 一定是信用卡被盜刷 這個Uber司機 本來也是這麼認為 他是用信用卡綁定充電站 但有一天很奇怪 因為他正在載客人 他並沒有在充電 結果這個時候手機 怎麼會傳來了 充電信用卡扣款的資訊 司機就想說我沒有在充電 一定是被盜刷了 趕快的停用信用卡 也去問問充電站怎麼回事 但是他得到的答案 非常非常意外 原來是他在支付綁定的時候 同一時間 這個Uber司機跟充電錯 隔壁的車主 都在同時綁定信用卡 所以系統就誤判了 連業者都說 這個機率是萬分之一 竟然就被這名Uber司機遇上了 拿起充電接頭 連接車子 充電裝系統開始跳動 他就跳這樣子 然後打下去 他就說你重綁一次 楊先生沒辦法充電 依照客服人員指示 重新綁定信用卡 沒想到幾天後 沒充電卻收到帳單 可是我明明在行駛中 完全沒有在這個充電站的附近 當下想說被盜刷了 就是這個300多元 手機傳來的帳單 通知楊先生充電費用 楊先生當下納悶 因為他開Uber 系統顯示的時間是 22日晚間9點12分 在高雄前鎮充電 金額326元 楊先生連續載了兩次客 從高雄三明區 再到前鎮中山二路 再稍早8點44分 從高雄三明區 再客到前津區 兩趟再玩 他就開車上高速公路 同時間接到帳單 我怕等一下 一直第二筆 第三筆一直都來 所以我就先打下去 信用卡公司支付了 在兩台車子 隨他集充 這樣子的一個充電方式 綁定的時候 然後系統不敗 不是他消費的款項 已經退房給這個車主了 楊先生8月先到這個充電站 綁定信用卡 9月要充電驗證失敗 當下他再綁一次信用卡後 還是不能充 他就離去 再綁信用卡的這一次 就這麼剛好 同一個充電樁 還有一輛BMW車子 車主也在綁定信用卡 系統把雙方搞混了 導致BMW車子充電 帳單寄給楊先生 業者說通常沒充電 卻收款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一卡綁多車 可能是家人在衝 或者是換車 忘了取消舊車的ID 再另外一種 是楊先生遇到 別人也在綁定中 但這個幾率是萬分之一 業者開店近四年 頭一次遇到 會再加強系統偵測跟管控 只是就這麼一次 就讓楊先生嚇到了 短期不敢再用水插即衝 避免再有莫名倒衝的情況 東森新聞 吳國珍在高雄報導 留下 升降其他 外交量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